大家好 今天我们分享给小孩子换套袖 套袖的风景就是那个皮尖给弄的 这都不管是了 这都坏掉了 我们把底下那个给换好了以后 现在告诉大家怎么换这个 小朋友这个套袖的风景 咱们从这个街头去看 把这个耳朵扫的带着 这个风景 带着过来 给它走一圈气 还有最后一开始老喜欢起来的 我们会比较好 也很快乐 挖挖脚 身体健康 手吃感冒多凉 尽量不要外出 外出的身体又现在在口罩 在一起 但是在一起 每一分钟都要抓牢 身体要搞自己 做了肉 他跟着看 这种体验 那种体验 温存 时机来过 这种体验 寿体是一脚 能飞翔就请别难怕 让小朋友更健康 也不能到处乱窜 说着说着话 这个就出来了 正好到这个街头出 看到没有 这个是一根松井 这个松井的地方 把这个耳朵上拉出来 松井接出来 在家拉操作这些小的 分享这些小的窍门 给你 这耳朵勺有个什么好处 它就是有时候有线的时候 不容易挂着 如果你要是没有耳朵勺了 弄个那个什么铁丝呀 它容易分叉 它容易把那个布给线给挂起来 这个头是圆的 所以它都不容易给挂了 这个小孩子这个编具走得有点窄 你看我拿的有那么费劲似的 费劲巴似的 但是这个是个唯一的最好的办法 看出来了 所以以后咱们把两个松井 随便就是给它重叠 重叠 然后再用线再上去 给它固定 这都是纯水空的啊 在家都可以操作的 像有二宝三宝的那些 爸爸妈妈们 自己在这里都可以操作啊 不一定非要上缝纫店去操作 这是纸箱子 就搞定这个东西 好了 这个就算完了 看着我们把它拉过来 现在偷偷就在里头 也没关系啊 我们想办法把它拽出来 这么一个偷偷一块松井就算完成了 好了 就算是这样吧 就给你分享到这个 你了手的小偷袖 这个也要需要换 你看这个这么大 看到没有 这个这么大 这个这么小 所以这个要重新换一下 谢谢你的观看 拜拜 下次我们再分享其他的啊 小妙招